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陵 昌陵 还有崇陵 整个地宫它有一定的晋升 按照九旋四门制这种地灵的规制修建 的确也是如此 穆陵它的地宫是四旋两门制 跟皇后的灵请的规制是一样的 这也是道光帝的一个创举 所以清穆陵它的地宫就不需要修成这种椭圆形 因为灵请它不需要这么长的木道和墓穴 按照文献的记载 不仅在体质上清穆陵的地下玄宫缩小了 而且它在建造工艺上也减杀不少 没有像过去的地宫上都富于琉璃瓦 而是用砖石垒气的 我们看这张图 这是当年的雷石烫样设计的清穆陵地宫 还有它的明楼和方程 大家看来一定非常的奇怪 从我们现在看的清穆陵 它并没有方程明楼和宝城 那么雷石烫样这个木陵的设计 又是怎么搞的呢 原来道光丽晚年对自己的后世越来越上心 他甚至想到他这个灵明刻在什么位置 碑怎么立 忽然他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他整个灵请的设计 这是他自己设计的 没有方程明楼 这样他就不可能在碑楼里立碑了 而且一般的明楼上头都写着什么什么灵 比如说我们看太灵 明楼眼下刻着太灵两个字 而木陵却没有明楼 那么木陵二字又刻在哪呢 也许是道光皇帝老糊涂了 也许是他后悔了 所以他在这里嘱咐他儿子 要把灵明刻在什么地方 如何如何 但是他却不提他整个灵请 根本就没有这些建筑 那么这个鹅扁挂在哪 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道光帝去世以后 在咸丰初年 清廷开始考虑 为木陵重新修建方程明楼和宝城 后来可能是因为财力的原因 还有整个他灵请的体质问题 没有地方来修建方程和明楼了 所以就放弃了 我们现在只能根据图纸呢 来看到当年的木陵 他的地宫和他的宝城 还有方城明楼之间的一个关系 在清朝呢 他整个的墓葬形式呢 一般分成五个等级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 地陵 九宣四门制 我们通过崇陵 还有御陵可以看到 这都是地陵规制的 第二等呢是皇后陵 皇后陵呢一般呢就是 五旋两门制的 第三等呢就是贵妃 皇贵妃还有妃一级的 他呢一般只有一座石门 但是地宫呢完全是用这个清白石垒气的 第四等呢就是贫贵人 他们的地宫呢一般是用砖垒气的 也是打炫 然后砖垒气的地宫 第五等呢就是贵人以下的 像什么答应啊常在这种女人 他们的地宫 这种呢是用砖垒气的一个池子 下葬的时候呢直接从上头往下去 然后呢在顶岸呢再用条石盖上 这是第五等最低的一等 这几种地宫呢在东西陵呢都有开放 除了最后一等 我们现在呢去欣赏一下啊 这几种地宫形式 规模最大最豪华的是皇帝帝宫 清代的皇帝帝宫按照传统规制 为九宣四门 即有九个宣四到十门组成 我们现在开放的御林重林 就是这个样子 宣指的是牧室中那种拱式的建筑 皇帝帝宫中的这九个宣 由外到内 依次为牧道宣 闪当宣 罩门宣 第一道门洞宣 明堂宣 第二道门洞宣 川堂宣 第三道门洞宣 金宣 其中除了牧道宣和闪当宣为砖宣外 其余七个宣均为十宣 礼后的官果就放在最后的金宣内 四到十门有八个门扇 每扇上雕刻一尊菩萨礼像 称八大菩萨 在清代帝陵中 迄今只知道乾隆帝的玉陵帝宫 和嘉庆帝的昌陵帝宫内 有佛像题材的各种图案 及佛经咒语雕刻 我们再来看看奇葩的道光牧陵帝宫 道光帝对自己的灵寝帝宫做了重大改革 改为四宣二门 取消了佛像经文雕刻 地宫顶部由琉璃瓦顶 改为了专旗的缩衣顶 牧陵的改制对后来的地灵影响非常大 牧陵以后的 钉 会 虫三座地灵 地宫均取消了经文佛像雕刻 顶部也为缩衣顶 唯独沿用了九旋四门和雕刻的八大菩萨做法 黄后陵的地宫比地灵地宫明显缩小 标准规制的黄后陵地宫为五旋二门 即木道炫 闪当炫 照门炫 门洞炫和金炫 前两炫为砖炫 后三炫为石炫 由石门两道 门扇上 刻闲环俯首 无菩萨像雕刻 在这里 昌西陵和木东陵的地宫 为之缩减 裁撤了木道炫和闪当炫 将第二道石门改为紫炫 所谓紫炫就是一个拱炫室门口 无门扇作为门洞炫和金炫之间的过渡标志 这两陵地宫规制的缩减 与该陵地面建筑规制缩减的理由是一样的 因为当时的国家财政十分困难 非子墓 这里包括黄贵妃 贵妃和妃 他们帝宫规制大同小异 建有照门炫 门洞炫 紫炫和金炫 有石门一道 帝宫内无石雕刻 规模较皇后灵小 景陵黄贵妃原情和纯慧黄贵妃帝宫 因建于鼎盛时期的乾隆朝 在照门炫前又建有闪当炫和木道炫 除木道炫 闪当炫外均为石炫 平和贵人的地宫均为砖炫 炫前是夯土的斜坡木道 棺床也是用砖砌成的 平和贵人入葬以后 在炫前砌挡炫墙一道 封闭地宫 无石门之设 藏在以下的地宫均为天落池 意思就是用砖砌成长方形的池子 入葬时 棺果由池口从上下落 然后用条石盖封住池口上建宝顶 由此可见 清代地后非的陵墓虽然同为地宫 却因尊卑不同而规制悬殊 千差万别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 好 关于清溪岭 它整个地宫形式的介绍 今天就为大家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